中國是茶的故鄉 飲茶的文化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 中國人有所謂開門七電視 關上以茶、米、油、鹽、醬、醋、茶 來概括形容生活的必需品 而其中的茶已經成為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部份 茶除了用於日常飲用以解渴消限之外 亦有用於製造、分拼、奉客等禮儀 可見茶實在深深地交融在中國人的文化之中 早在唐代和陸朝 當時的人已經懂得把茶葉混合薑、蔥 煮成茶湯來飲用 而在唐代發源地南方的飲茶風氣 逐漸推薦照北方和邊疆地區 唐代陸雨於八世紀中期 著作了世上第一部以茶為主題的茶經 為中國茶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到了唐代 飲茶已成為編及中國各地的風相 茶 且被譽為國飲 陸雨在茶經中推薦的投茶法 即是把鹽和茶末先後投入一鍋的滾水中 煮成茶湯 用茶碗來飲用 而宋代盛行的點茶法 就是將柱子裝了滾水 再倒入茶末的茶碗中 攪勻成為乳狀的茶湯 然後飲用 原代的人習慣將蘇柔乳樂和茶湯調和飲用 這種被茶的方法 反映了當時外族統治者的口味 蘇柔茶到現在仍然是西藏和蒙古民族喜愛喝的茶 製茶者亦都以各種花類 例如蓮花、蔚蘭、桂花、長眉和骨子花分茶 可以增加茶的優香 我們喝茶時很多時候都會吃點心 為何會有這個傳統呢? 當時元代的人喝茶 喜歡在茶湯裡加入好像這些 蟲子、核桃、芝麻等等 一邊咀嚼一邊慢慢的喝茶 而這些果仁就稱為點心 時至今日點心已經廣泛 用來形容一切做茶的小食 這樣說即是早期的人似乎是煮茶 而不像現代人一樣用茶壺泡茶 到了明代 當時的人已經少喝茶末 代之而起就是用蒸青、曬青 或者炒青的散茶來飲用 而浸泡這些散茶需要較長的時間 才能夠釋出茶味 所以茶壺就應運而生了 明代的文人試飲茶為修養品格的一部分 他們喜歡以茶匯友 一方面可以欣賞明山壽水 而另一方面可以舒懷閒淡 明代好茶人試著重 廢水的溫度 茶湯的濃淡 茶壺的大小 浸泡的時間等要素 務求盡量發揮醃茶品質的特性 泡茶時將廢水注入茶壺內浸泡茶葉 而浸泡的時間要小心掌握 以免茶湯太淡或者過濃 茶醉而熱飲和細煮 清代的泡茶方法不僅承襲了明代的泡茶法 他們亦都成功創製出一種半發酵的青茶 叫做烏龍茶或者模擬茶 隨著烏龍茶的出現 清代開創了一種暫身的飲茶方法 稱為功夫茶 以帶出烏龍茶最佳的色、香、味 我們平常在茶樓開壺茶 浸泡茶葉整個小時 這樣做合不合 那不如我們請教茶師吧 方小姐 今天麻煩你和我們示範怎樣泡茶 好啊 首先我們要暖茶器 滾水 洗乾淨 我們把這個蓋子 暖了我們的公道壺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煮茶葉了 方小姐這些是甚麼茶葉呢 這些就是清香觀音 我們大概用三分一的頭茶 如果你想清一點可以用四分一 好了 我們就用100度的水溫去開茶 那麼呢 它的速度也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那這些茶呢 這些水就是不要的 我們開茶有三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呢 就是清潔些茶葉 第二個作用呢 就是等到那個茶葉就梳妝出來 這樣等到茶湯的黏味更加發揮得好 第三個呢就是令到茶香也會散發出來 那現在其實我們可以聞到很香的茶了 嗯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 沖第一泡了 那大概呢就是用85度的水溫 那清香的茶呢就是用85度 如果比較濃的呢 就會是用90多度的水溫 那現在我們呢就是第一泡茶就開始了 那大概呢就是15秒鐘至10秒鐘的時間 那現在我們呢就開始出茶了 那我們呢就蒜入那個公道湖裡 蒜入杯裡 我們完成了第一杯茶了 喝茶呢有幾點值得我們去欣賞的 就是一汗二聞三品 汗呢就是看一下欣賞的茶湯 明明亮頭不頭切 二聞呢就是聞一下茶香 第三呢就是品飲了 那品字呢有三個口字的 所以呢我們要分開三口去喝 慢慢去細酌 欣賞茶的滋味 方小姐 泡茶的時候我們要留意些什麼呢 是 第一呢我們呢就需要注意這個水質了 那如果水呢的礦物質含量高呢 我們呢就適宜用來泡 補麗茶或者是母兒山的癌茶 那如果是水的礦物質含量低呢 我們呢就適宜泡綠茶或者是一些清香的烏龍茶 咦為什麼這些茶葉有大有小的 是啊 那你見到有些小一點有些大一點 那如果譬如好像分開大葉種和中葉種和小葉種的三樣 那如果譬如好像補麗茶呢就是大葉種的 那烏龍茶和壽味呢就是中葉種的 譬如綠茶或者一些花茶呢就是多數是細葉種的 那茶葉的大小和沖泡時間有沒有關係呢 有關係的 譬如好像我們沖補麗或者烏龍茶呢 浸泡的時間呢大概需要五秒鐘至二十秒鐘左右 那如果是譬如好像細葉種的茶呢 好像是龍井呢或者是一些花茶呢 我們浸泡的時間呢就相對會長一點 那大概呢就去到三十秒至到一分鐘左右 為什麼要用我這麼小的茶壺來泡茶呢 哦是啊 茶壺是十六世紀 明朝時期 為了配合泡茶法而用的 早期的茶壺它的營製是比較大的 後來人們就覺得 胡小則香不悶散 味不擔角的道理 所以就改為製作一些 體積較為細的茶壺 這樣就可以避免茶葉 因為浸泡太久 而茶味變得苦澀了 聽說中國茶葉有很多種的 根據製茶的不同方法和製成品的特色 我們中國的茶葉大概可以分開六大類 例如綠茶 很出名就有龍井和碧羅倉 你看它的茶湯有淺綠色的 第二樣就是黃茶 黃茶很出名就有君山銀針和霍山黃芽 它的特色就是黃葉和黃湯 第三樣就是白茶 白茶很出名就有我們經常喝的瘦味和白馬丹 它的茶葉是很淺色的 第四樣就是青茶 青茶又叫烏龍茶 根據不同的產地 它有分開四種 有武儀山的岩茶 安溪的鐵觀音 潮州的丹蟲和台灣的烏龍茶 你看那些湯是青綠色的 現在我們就說一下紅茶 紅茶很出名就有安徽的奇門紅茶 和廣東英德的荔枝紅茶 你看它的茶湯是偏紅色的 最後一樣就是黑茶 黑茶很出名就有雲南的玻璃茶 和安徽的綠安茶 你看它的茶葉都是偏黑色的 而且它的茶湯是有深紅色的 剛才你說的紅茶 是不是好像印度和斯里蘭卡的紅茶 我們有些不同的 中國的紅茶它的葉是比較細的 而印度和斯里蘭卡的茶 它的葉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們就會切碎了它 變成一個碎紅茶 它的味道會比較苦澀一點 所以很多人就會加糖或者加奶 來中和它的味道 除了剛才你說的茶之外 我有喝過一些有花香味 那那些是屬於哪一類茶呢 這些就是花茶 這些花茶就是用一些綠茶的茶底 吸了一些新鮮花的香氣 形成了一種花茶 譬如很出名就是有莫里花香片 和一些桂花烏龍茶 茶不單止可以伸樽解渴 如果沖泡及飲用得宜的話 對我們身體健康有莫大悲益 其實茶有甚麼營養成分 飲茶又對健康有甚麼好處呢 中國在遠古的時代 已經發現了茶的藥療效用 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子朱拳 在茶店裡也有說到 茶有去積熱、利大腸、化痰等等的功效 茶陷有多種營養成分 新鮮的茶葉 它裏面七成是水分之外 其餘的鋼物質 主要包括有 茶多酚、蛋白質、氨基酸、生物鹹、花黃素、 碳水花合物、礦物質、植物色素和維生素等等 譬如說茶多酚 它有降血脂、降血糖 抑制動脈硬化的作用 另外喝茶 因為它裏面有糊 所以可以減少蛀芽 為甚麼我有時候喝茶會睡不著 因為茶有咖啡因 喝了會提神 所以你便睡不著 你看紫砂茶壺多大 它也有,不如去看看吧 說到茶藝不得不提茶具 以陶瓷所製成的茶具 最適合用來泡茶 而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瓷器和紫砂茶具 我也有聽過紫砂茶壺 不過紫砂茶壺有甚麼獨特之處 對我又不是很清楚 紫砂器物早在北宋的時候已經出現 但是一直要去到明代嘉靖年間 在江蘇而興才成功消滯出這個紫砂茶具 紫砂茶壺獨特的泥質 具有良好的吸附和透氣性能 經過長年累月使用 茶壺的內壁會積聚了一層的茶漬 洗到泡茶之後茶味更為順口 而且它優雅和樸素的造型 深受文人啞舌的歡迎 一個紫砂茶壺只可以用來泡製一種茶 千萬不要一時又泡綠茶 一時又泡補梨 這樣就會令茶壺產生混雜的氣味 這裡有這麼多種茶葉 不知道這些茶葉可以放多久呢 聽說有些茶葉可以放幾十年 不過也有些茶葉只可以放放短暫的時間 可能兩、三個月內就要飲用 是呀,你說得很對 因為不同茶葉的品種 它存放的時間亦是不同的 好像這些綠茶或者龍井 因為它是春天最美的一道茶 所以我們最好在三個月之內 就飲用了它 因為我們要欣賞它的鮮香滋味和茶香 而這個烏龍茶呢 是可以半年之內都要飲用了它 而這個補梨和綠胺呢 因為它是厚發酵的茶 所以我們可以存放得久一點 都是不要緊的 因為越來越好 可以放二、三十年 甚至四、五十年 它是越來越珍貴的 那紅茶呢? 紅茶呢? 因為它是全發酵的茶 所以呢 最好就是一年之內喝 那如果千個年半以上呢 它的茶味就會失真了 喔!不怪之了 前一陣子有我的朋友 送了一些很名貴的綠茶給我 我又不用喝了 放了很久 過一陣子拿出來喝 已經沒什麼味道了 是啊 所以茶葉的存放時間 我們要很值得注意 我們中國人呢 其實是世界上最早飲茶的民族 至於日本的茶道呢 其實它在我們中國的唐朝 因為當時佛教興起 那個時候呢 日本就派了很多僧侶 來到我們中國三禪學佛 由於他們習慣了寺院裡面的飲茶文化 所以他們回日本的時候 就將我們中國的茶葉 包括茶樹的種子 帶回日本始終成功 所以呢 日本的茶道呢 其實都是源自我們中國的茶文化 傳入去他們那裡的